好多錢一生 多謝你 多謝你 這錢我一定會還給你的 歡迎回來 現在到了我們最後一間拍 起拍價500萬 前面兩間都是兩百萬 現在變成了500萬 看來這應該就是大家 就像他畫的鑰匙吧 你怎麼說什麼 喂 男人那小子別點了你拍不過的 我還在等著我還有什麼去找你 一個也不能把自己的 不好意思丁先生 您的餘額已經不足了 糟了 這個就好 請你 我還在等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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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就是就在其中一個禮拜 那麼拍賣繼續 8000萬 王先生請出價出到了8000萬 還有人要加價了嗎 8000萬第一次 8000萬第一次 這卻沒錢了啊 呵呵 哈哈 我出1 1 趙立 你是瘋了 張先生出價出到了1個億 恭喜張先生拿下我們最後一件派品 我對 這張立每次進派的時候都會做助理低谷進去 冷車 他真的知道每個盒子裡面是什麼 對給手去看看 這是一張無幻幻的定基 等結束的 要是這次我家老也拍到真的是鑰匙 再給你 什麼 山武力居然從一開始就穿透了 這不是多病嗎 真是瘋狂一筆 我要回去接穿他們 接下來到了我們最緊張刺激的時刻 開盲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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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丁先生 我們第一件派品是千年雪菜碎 第二個盲盒 不用了 第二個盲盒是你生生 而張先生拍攝的那個盲盒 是滑脫鑰匙 你你怎麼知道的 果真如此 我們這是盲盒盒 丁先生都會知道的如此清楚 不只我一個人就知道 張先生 他從一開始就創作弄了幫我看看 所以每個盲盒裡還在這裡 他知道聽清楚 張立 他把他的手錄 胡說 我 我是自己憑你才知道的 還講 剛剛我在後台已經看了聽清楚 你們要是不相近的話 可以去翻譯得右 就親眼看到他把支票放進去 你怎麼辦 他這 屁股後面跟點尾巴都不知道 趕緊打電話給聽聽聽老闆 是是 怎麼如此事 我 不覺得 全國最底間的捐薪層出現這筆 你們應該怎麼處理 國最底間的捐薪層出現這筆 你們應該怎麼處理 不好意思 這屬於拖發情況 我們需要時間核實一下 應該取消專業的拍賣資格 馬上是退回來的 退回來的 退回來的 是誰在我天行酒店鬧事 郭老闆您來了 您就是酒店老闆 有人在您的拍賣會上作弊 你管不 哦 是誰這麼大膽 對不起陸老闆 他們給的實在是太多了 所以我才 求您開恩啊 遇損 你收了誰的錢 張 張老闆 胡說八道 我都不認識啊 別讓我給他錢啊啊 我問是誰給你的 是 是他 混蛋 他是張老闆嗎 陸老闆 您這什麼意思 你可知道張老闆是我們酒店的貴客 得罪他是什麼嚇張了嗎 我錯了陸老闆 求您放我一馬吧 滾 今天的拍賣會到此結束 大家可以散了 結束 大家可以散了 丁先生 給錢的人我已經找到了 我陸某人不會放過他的 收錢的員工 我已經讓他滾蛋了 丁先生 這樣你看還滿意不啊 陸老闆 給錢作弊的人是張帝 小助理他只不過是個跑腿 你知道這也給誰看 這件事我已經處理過了 沒有直接的證據指向張先生 希望丁老闆能夠實性一點 不要再追我了 否則 我就不留情面了 不愧是陸老闆 看來我每年幾千萬頭的天心酒店 你這不是把我們其他來拍賣會的人當傻子嗎 我看你是把我們都當傻子了吧 大家都看好啊 這才是真正的丁思汗 這個傢伙叫葉宜凡 是冒充丁思汗身份的交互片 胡說八了 冒充身份行券 到我心有苦衷的 胡說八了 冒充身份行券 到我心有苦衷的 一個交互片怎麼會呢 他們會啊 據心妥策 陸老闆 趕緊把那片子抓起來吧 你叫人 你聽我解釋 我也是有苦衷的 我是來替我老婆求藥的 這可不關我的事 把這個薑膜片子給我扔掉 陸老闆 你聽我解釋 我沒有別的目的 我老婆現在病危 我繼續用鑰匙去救她 那華藏鑰匙可是中醫神物 就算今天拍到了也用不上啊 我是大夫 田叔上說了 只有我能使用那塊鑰匙 田叔 據說華藏有三大神物 第一個呢是鑰匙 第二件呢是金針 還有一個是一本無字簽書 只有華藏傳人才能使用那三大神物啊 他說的沒錯 請別相信我 你一個江湖騙子 也敢稱之華藏傳人 哼真是好笑 我是不是騙子 趙哥別人試一次騙劍 羅老闆 有這人真是華藏傳人 拿老夫人的病 幾乎就有救了 混蛋 一個江湖騙子的話你都信 我真的敢拿老夫人的命去冒險 陸老闆你讓我試一試吧 我真的能治好老夫人的病 我千萬不能信啊 他肯定是為了開脫 瞎邊亂造的 張老闆多數無疑 能否讓我為你買一把 那不行 你這個騙子 萬一拿我當神之國怎麼辦 讓他試一試 陸老闆 張老闆放輕鬆 我是大夫 我不會害你 我的身體健康得很 你把我的脈 什麼用 張老 你是否經常熬夜 所以導致我偏頭痛 而且時常感覺雙目發昏 鼻子骨色 我說都對你 這 你怎麼了解的這麼清楚啊 因為剛剛張老爺跟我講話的時候 我聽出張老爺有濃濃的鼻音 所以我想 張老爺應該是鼻眼犯 若是不介意我給你施針 我可以在一分鐘之內 治好你的鼻眼和偏頭痛 金針 這難道就是華多三大神物之一的金針 你真是華多傳人啊 這金針不是已經失傳盡本能了嗎 怎麼在你手裡 這 說來話就 張老爺 請坐下 不行啊陸老闆 這可是針灸啊 搞不好我弄癱瘓的 我可不能拿到自己的身體 開這種玩笑 張老爺請放心 不是人就在這裡 萬一真出什麼事情 我也不可能活著走出這裡 剛好 我也想看看這個神針 到底有多神 讓他試一試哎 不行啊陸老爺 張老爺 你可千萬不能亂走 這要是假錯了 可就真誠偏探了 張老爺感覺如何 噢 洗膠 我那鼻子怎麼偷了 這這開來真的是話頭傳人啊 這回你們總該相信我們了吧 好啊陸老闆 醫生說過了現在吃吃醫師 可能差不多半個十分了 什麼 我花半年錢想來的西醫 都這邊有什麼去的 陸老闆 有些病西醫不一定能夠知道 如果您相信我 可否讓我試一試 行 我答應你 如果你治不好老夫人的病 或者把老夫人給害死了 我絕而饒不饒你 沒問題 不過我也有一個條件 若我治好的老夫人 請你把鑰匙給我 哎 那鑰匙是我拍的 怎麼可能給你啊 怎麼可能給你啊 你一切傷人 要的藥匙有什麼用 我答應你 走 哎 老夫人怎麼樣 老夫人腦子裡那個腫瘤 突然爆發 也無論你的神經 老夫人現在已經失去了一生 家屬中原來死了 不是說這腫瘤是良性的嗎 怎麼會變成惡性的了 你們這些飯頭 這腫瘤也是四斤一探難題 我們也無能為力 無能為力是你蜥蜴的狀 在中醫裡面可沒有這樣說 我來看看 怎麼樣能治嗎 確實如蜥蜴所說 腫瘤有挺可思的 對我們及時消耗 好傷心啊 那就快說手術科術啊 這腫瘤太大 不用說手術存在一定的風險 這開刀 還很危險啊 廢物 難道老夫人就能躺上屁股 讓他死嗎 誰說腫瘤一定要 看我用針灸和氣功把腫瘤排出來 陸老闆 讓人給我準備一堆熱水 一塊熱毛巾 還有愛草 好 快去啊 這男友不開刀 開刀 就能消除腫瘤的 我的建議是 讓老夫人加大抗生術 延緩腫瘤的伸展 趕緊 現在手沒有急速的括弦 若來不及袖子 可真的就無力回天了 要你去理就去理 哪來那麼多廢話 葉大夫 請測試 葉 這幾個瘤瘤可以 注意腫瘤嗎 還有最後的神明穴 可以消散腫瘤成液體上 還加最後一個愛草 來了來了 你跟老夫人失真了嗎 怎麼一點變化都沒有 別急 現在夫人腦內的腫瘤 已經成為液體上消散 接下來 我用愛草將其排出就可 老夫人鼻腔中是什麼 是消散後的腫瘤 通過鼻腔慢慢排除 我已經把所有的腫瘤 全部都打通了 接下來只需要用愛草 每日孵在城裡 三日左右 就可全部排除 神奇啊